北韩国旗缓缓升空 民众开心跳舞 平壤近日城广场上洋溢着欢乐气氛 北韩庆祝建国76周年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丁 等多国领导人都发出贺电 奇怪的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竟然没有现身国庆日活动 且金氏家族全体缺席 不仅如此 高官们前往锦绣山太阳宫的参拜 金正恩也不见踪影 还没分析因为今年不是缝雾 缝石的整数年 不过金正恩近日依然形成满岛 金正恩亲自视察海军基地预定地 船舶建设工厂 国防工业企业所等 美国华府智库分析卫星影像 认为海军基地可能位在 北韩江远道文川市 远山湾以内可以容纳数艘大型军舰 发展无力同时也持续挑衅南韩 接着张环众报道